大声说爱不要伤害 428让我们一起为爱勇敢发声 一旦家福中心前进到绿色博览会东山火车站 办理儿保宣导 使用比较容易理解有感性的言语暴力 呼吁全国关注儿童保护的重要性 用爱包围陪孩子挺父母 我们今天是家福的4月28号儿童保护日 我们主要要这次要宣导 让社会大众更知道儿童保护的重要 儿童保护除了身体虐待以外 还有很重要的是言语的暴力 就是很多大人可能在不知情的事下 用了很多的言语来伤害到孩子 这些不自当的话 其实会造成孩子心理的伤 所以我们今天在绿博这边摆摊 希望让社区民众更知道 言语暴力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儿童虐待 今年是家福基金会推动儿童保护工作 第35周年 对每年持续不断发生的虐童事件 着实让人感到心疼与不舍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 儿少遭到精神不当对待的人数 在近三年来不断的攀升 大人的一句话一个字 可能无形当中伤害到孩子而不自知 因此家福基金会推动428儿保日 第10年的今天呼吁全民来关注精神不当对待 用合宜的方式来说爱 一起保护孩子守护我们的未来 依然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